红花是女儿 白花是男孩 妈祖婆啊妈祖婆 在您慈悲的花季中 我无忧无虑 要盼望思想的只是命名 春娇与志明 阿财与淑慧 因为其实那个佩天宫 他手指 就是红花是女儿啊 白花是男孩 所以其实就是 以这个为核心来去写 因为其实妈祖也在台湾 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 因此我在写这个诗的时候 其实也跟扑子这边的地景 就做了一个结合 嘉义县文化观光局 与中正大学台湾文学 与创业应用研究所合作 在扑子嘉义点水稻头文创俱乐举办 在水一方扑子文学地景展 展览将会从今年7月26号 开放到明年3月16号 展览的主题以水的流向作为开端 活动形式多样 旨在描绘铺子的风景 历史与地景 今年以水为主题 参考扑子水塔的配水管线设计出 跟着水滴去旅行的单车路线 以及你的河流到哪了的路线图 让文化力、想象力以及产业力融合在一起 保留以及推广铺子文化 这次展触主要的原作是水 所以就设计了跟着水滴去旅行 然后又用铺子西这个母亲河为以上 然后说你的河流到哪里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到哪一站 你可以骑单车到哪里去休息 我想能够把那个想象力 然后那个母航力 那么产业力结合在一起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传销地方的一个策略 嘉单所设计的手册除了有中文版本的诗词 还有对于台语以及英文的翻译 中正大学台文所在今年9月3号 与日本山口仙利大学交流 透过多元的推广达成跨领域合作 以文学渲染铺子 用八景增加人们对铺子的记忆 汉人传统是会用八景来作为一个 认识地方主要风物 或者是重要景观的一种方式 那透过这样八景的连接 可以使地方的文化景观 变得比较迈入有结构 中正一报马乔恩黄玉清 嘉义铺子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